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下午开始就有很多人留言问 Exo成员Suo是不是要结婚了 然后也发给我了韩国的新闻报导截图 所以这是真的吗? 首先,这些新闻的内容都是写着 一位网友在论坛发文表示 Exo 明年2月会结婚 Exo 里有两位是Suo Tio,但不是Mangne Suo Tio是韩文字母 而Exo 有Suo Tio的成员是 队长Suo跟Mangne 彩婚 因为说不是Mangne 所以这位网友指的应该就是Suo了 对,记者就是把一个不知道是住在哪里的谁的留言 直接报道成新闻了 然后现在部分网友们就说 这位网友的留言也会变成预言留言圣旨留言 记者应该不会这么随便报道吧 应该是在记者们之间已经传出什么消息了吧 这个人不是之前预言欠会结婚的人吗 应该是真的吧 这个记者是最初报道了人气演员劝又堕胎骗婚的人 应该真的是有什么 有你个头 但是也有非常多网友们表示 最近记者们是不是流行什么证据都没有 就直接把论坛的内容拿过来报道呢 适可而止吧 写原文的人怕被告都删文了 记者们可以这样吗 随便拿个只有出生的论坛听闻报道 我长大了也做记者吧 很多谣言都是这样 有一个嫉妒虫在论坛写下自己的妄想后 很多跟风的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亿的去带风向 接着就有垃圾记者去报道 一般路人就误以为是真的 当然不是说俗虫明年不可能结婚 但是就算发表结婚什么的 应该也是要由本人来发表 而不是用什么出声在论坛爆料似的这样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俗虫昨晚发了这样的现实动态 Exo诶 应该就是在安抚粉丝们的心吧 其实有关心KPOP的人应该都知道 Exo从出道到现在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身为队长的俗虫 这一路走的真的应该是很不简单 所以 去词吧 接下来又是这位的消息 在Kim Jungkook怎么样反驳 也是一贯坚持Kim Jungkook使用药物的这位 11月17号 突然上传了举结航母的健身选手 黄秋孙的影片 简单整理一下重点就是 我不觉得黄秋孙没有使用药物 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 但是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几率 他应该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使用了药物 增加了肌肉量 减少了脂肪 就算是有一百万分之一的精 也无法做到这种身材 一亿分之一的话 还有可能 总是会有另类的人 这位网红好像是又没有做好功课 黄秋孙之前已经说过 自己使用过药物了 突然狙击什么 好奇怪的家伙 黄秋孙不是已经公开使用药物了吗 他还在马后炮什么 猛烈狙击Kim Jungkook的他 想要利用黄秋孙来主张 就算使用了药物也是很难被检测出来的吧 看来这位大叔就是个药物万能主义者 根本就没有兑付的价值 总结一下就是 他最近的业配很成功了 今天是韩国的苏能 也就是高口的日子 虽然应该不会有高口的韩国学生 在看这个影片 但是还是希望 今天在韩国高口的学生们 都能拿下好成绩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